我本身是修觀音法御道 菩薩很靈感 我的身體不大加持 所以才可以在這邊跟各位碰面 所以回到媽媽的懷抱 這一次來朝葡萄山 跟著媽媽的腳步休息正道 然後看了這些道場 上面寫了很多字我很感動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扁額 有感激透 眾生有感 菩薩有音 所以眾生有很多的虛情 但是剛剛講的媽媽菩薩都是說可以的 沒問題我加持你 你唸我的名字半夜我都來加持你 就像林華森大師講的 唸我的名字我就像一條狗所附在你身邊 所以有感激透 感令道教不可適應 看你要不要念而已 不用花錢的啊 只要你念菩薩就聞聲救 第二個大飛拔苦 菩薩吃飛無量 每個世界每個地區每個眾生在受 都有菩薩的身影在那個地方 所以一合掌一念 馬上就現出來了 千觸請求千觸現 所以你念他的名字 你念第一聲他就來啦 好像隨時都在我們身邊一樣 第三個呢 跳出苦海 是跳出苦海 是跳出苦人 跳出苦海 我看了有些感動耶 然後我就看 我在那邊拍的時候我就看他 有個菩薩在那邊跳耶 跳耶跳耶 然後我真的 我真的想要問他 不要再抽菸就跳出去了 就跳出去了啦 哈哈哈哈 所以這 來這邊真的是有加持 一進到那個地方 一進進到這個 普羅山那個山 真的就不一樣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 總之這個 感覺會讓我深深事實都瘋了 也怨菩薩的悲心 一直加持的戰略 所以我發個願 眾生那麼苦 讓我起一點小小的作用 就跟菩薩一樣有力量 幫助他們 也幫助自己 所以要幫助眾生 所要顯現的是 無我空性大悲 斷除我們的貪生詞 千言側見 觀世引菩薩 千手復齒 觀世引菩薩 願大家滿願 阿彌陀佛